各位 喜歡收看《公平客觀權威》 由Jimmy Huntington主持節目的朋友 各位好 今天是美國時間 2020 1月3日 本人是2020年的第一拍 不過今天的股市開黑 我心情有點沉重 再看看台灣的局勢更加相當沉重 我就不想說了 因為看到各位武漢的文人 唐商龍嗜血的視頻 沒辦法 都要出來 說回來就是譴責這些施血 他自己說是吃血的文人 大家有留意的話 台灣在星期四 有一架是黑鷹直升機 墜毀 其中有八位軍人殉難 有一位是三聖將軍 岑一名先生 五人獲救 在這裡 首先我們用一分鐘的時間 向中華民國的殉難 向中華民國殉難 在這裡 在這裡 中華民國殉難 在這裡 中華民國殉難 在這裡 中華民國殉難 感谢观看 我也是让这些孙兰的家属问候 虽然我们在美国千里之外 是不能做什么 那我们就想你们 这些殉难的军人的遗伤 或者是他们的亲属 我们是关心你们的 希望你们能够节哀顺便 好地过一过中国年 今天我想说的就是 我对这件Black Hawk丹 黑鹰事件 最重要的事件的看法 黑鹰聚毁或者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被人打低就是不期的 那去年在台湾里面 看到黑鹰聚毁的事件 是不是 他到羽兰 执行这个救护任务的时候 跌了下海了 1993年就是在索莫里亚 由于收缩的情报 被那些叛军 也打下了两架 黑鹰 黑鹰聚毁的事件 那我的看法可以这么说 就是开直升机那两位政府驾驶 是相有经验的 还有就是应该是很有能力的 这个不用怀疑的 无论在时数 无论他开这个黑鹰直升机的时数 还有他的受训 对黑鹰直升机的了解是无可怀疑的 而且最近一位就是中华民国的三星将军 是参谋总长 很重要的将军 还有其他兵王士官头 可不说是无可怀疑呢 那刷刷的路线呢 有海线和山线的 算了山线的 也是当时的判断应该是 screwed up的 也是当时的判断应该是适当的 我懷疑很可能是機械的故障 這架黑鷹直升機來到台灣不是很久 大概是2014年來的 馬英九執政的時代 因此也是很新的 本人只是猜測 不過有一點我又要了解 幸好有一位將軍 姓曹的將軍是他生患的 他在現場裡面是指揮的 逃爛了出來之後還在指揮的 還相當清醒的 幸好還有一位將軍 曹進平先生就是 曹將軍可以大家解說 為何會墜機 有親身的 有五個人 那個女記者也是 那個女記者也是 翠君記者 那兩個宗將 孫華 尤其那位曹進平 還在那裡 當時指揮 爬了出來之後 當時指揮救人 因此 將來的真相 一定會獲釋 大家夠不夠膽 這就是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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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說天氣 我想天氣就是沒有什麼關係 天氣 因為為什麼呢 他最後一分鐘都說 以標準正常進行 是吧 最後呢 之前失説一分鐘 跟著就是失了聯絡 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就憑我們的警察上去說 也都找到黑盒子 加上黃俊平先生的春生 在機裏面 我想這件事就會 一定會 水落石出 不過水落石出之後 我能不能夠公佈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可能我懷疑就是 不敢公佈 就是可能背後 有外力所為 有外力所為 因為我就是 對這個國軍 被某國的心頭 不是很有信心 大家知道 某國對國軍的滲透 已經是 懊孔不淫 那這次是不是 這個 外力的謀殺 我不排除 主某國 大家知道 我再重新聲明 沒有證據 但是 我對中華民國國軍 被某國的滲透 被某國的滲透 這是什麼呢 我又 比較 就有另外一個看法 因為你最近從這個 關於這個澳洲 黃立強先生的間諜裡 去看看哪幾個 國軍的系統 出來解釋 還有大師練 有哪些人 做他的合夥人 大師練 這個反滲透法 一通過就走路了 是不是 也是反滲透法 一經過之後 一立法之後 第二天就發生 這天 星期四就發生這件 多基事件 我猜測應該是沒有關聯的 但事實就是這樣 反滲透法通過之後 假日到 一位四 就發生這件 多基議案 而且在國軍裡面 被滲透的情形 就相當嚴重 是不是 這次呢 就是 我心目中裡面 我不排除 這件事就是 有外力介入的 或者是刷牌的事件 不過這些是需要證據 是不是 發生了之後 就是 美國第一時間 政府機構 相當重視這件事件 是不是 首先 AIT 下半期 對外國將軍的 世世下半期 我是相當 罕有的 沈將軍是美國的誘人 包括 美國的 參謀聯席會議的主席梅里 這些翻譯就是中文梅里 有些譯就是美里 梅里將軍也都 做自意 並強調 就是繼續維護台美的 勞固關係 是不是 美台商會 也都對 沈將軍的世世 感到軟食了 是不是 也都讚賞他 一個結出的軍人 是不是 在在 美國 換言之 就是 破格 對 這次 中華民國的國軍 當機事件 就是 破格 加以 非常 以一個 甚至 以一個 同盟國 或者同盟國的身份 去哀悼這件事件 我忘記 各位提 提 我找些資料 在孫立人 世世的時候 孫立人將軍世世的時候 有沒有AIT下半期 我感覺上好像沒有 大家知道 這個孫立人將軍 和美國的友好關係 是不是 這次也都看到 就是 沈將軍 在世世 美國相當重視 是不是 在AIT 在美國 在台語協會 下半期 是不是 很重視 我猜想 也是 就是 沈將軍 跟美國軍方的交情相當好 是不是 還有 他整個策劃 就是 買軍購 和策劃 整個 中華民國的戰略 尤其是 對兩岸的報防 我想 沈將軍 就是相當 著物 和用力的 在這裏看到 就是 沈將軍 死了之後 中共方面 就是 宣言 宣語 首先就是 環球時報 說 直升機 是流料 是嗎 武力飯台 你頂頂得住 是這樣的意思 環球時報 最不恥的 就是 唐雙龍 唐雙龍 各位知道 在上幾期 我已經說要公開掌嘴 和掌掛她 就是她 在香港 一場史詩式的運動 反送中的運動 比喻為 二二八事件 不倫不淚 還暗示 這些是怎樣的 反送中是出來的 年輕人 是等於二二八的暴徒 所以 我已經公開掌掛她 這次她還說 她也聲明說是死血 即是不怕吃血 蔡英文 站街頭 沈一鳴 摔山頭 摔山頭 沒有人想的 那兩位司機都不想的 大家也不知道 是甚麼原因 剛才的猜測 有外力 滲入 由於 現在 國軍的系統 被滲透 我也是猜測 你還說是摔山頭 沒有人想的 這件事 是一個 現在這樣看 是一個 墜機事件 各個都會評論一點點 是不是 不想把這件事 大家都不想 深化它 或者是 懶嘲熱奉 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台灣最需要的 就是團結 和那些 信難者 這些 這些 躲機者 的家屬 都是需要安慰 不需要這樣 在那裏 是吧 什麼摔山頭 是不是 他站在街頭 諷刺 用感應 不需要 因為 如果台灣 中華民國 這時候 不需要這種說法 因此 我又出來 再次掌折這位 唐湘龍,這位南軍的教父,郭文堂的教父,難怪他輸得很糟糕,還要繼續輸,幫我丁丁在台北市市長那裡,找這些做謀實,無幸文人之外,還有他的見識,又差,分色又低, 如果不低的話,丁丁怎麼會輸得那麼慘,國民黨一直輸得很糟糕,今年新年流流,西里面都會輸得很糟糕 好了,我希望其他新聞工作者和三位選總統都很緊守本分, 好像是以知識分子在唐湘龍格外離譜了,對不對 好了,我想問,破機原因,我懷疑五排除可能有外力的策劃 除了是黑鷹這個故障,我認為天氣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最後一分鐘之前都說,按標準如常作業的 還有一點就是,其實他這麼有經驗的機師,假如真的有大網可以改去,改去怎樣呢? 這條海線那裡走的,對不對? 那些油,不要擔心,那些油,油都捉了,那條海,直接飛去海線沒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或者,變根一點點路線不要緊,因為你坐著,是什麼? 最重要的軍事首長在這裡,所以因此我覺得就是,不會是天氣的 好了,摔下來就肯定會摔下來的 那麼摔下來的時候,還有短暫的時間,那位士從官啊,黃先生就是, 有時間啊,去衝全保衛岑將軍啊,會不知道你可能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是故障啦 那個飛機還繼續,那個直升機繼續航行緊的 那麼大家知道呢,那個黑鷹直升機,那個車業,上高的車業,就算失靈呢 他都有一點,還有,會怎樣呢? 後續的能力,不是馬上不能動的,對不對? 就是讓你有時間慢慢降落的 那可能就是,失靈了之後,還有一段時間在這裡, 尋找適當的地方降落 然後突然間,砰一聲,又不知道為什麼,撞下來了 那撞下來了,當然是機頭啦,所以前排人就差不多死光了,對不對? 前排人,兩個機師都沒有命了,對不對? 那在這裡呢,我覺得,重要的手掌不妨別人, 喂,背著降落傘好不好? 背著都可以降落傘,對吧? 有什麼時候在千人尺都可以跳傘,對吧? 你們是我的,是車上去而已,可以想想的,背著降落傘先, 重要的手掌背著什麼,對吧? 有什麼時候跳傘,我可以降落傘,千人尺, 我可以降落傘,打一彈吧,好一點的 那,忽然之,就是, 最,這一次就是墮基事件, 最重要的就是有位生還者, 曹將軍,這位可以見證, OK? 那麼,墮基, 中華民國的軍事首長, 最重要的軍事首長,他策劃, 軍購, 以及對台灣的防衛政策, 以及聯美, 聯合美國, 怎樣部署, 防衛, 防衛台灣, 以及防衛對外的進攻, 這位是很重要的將領, 和萬球時報都說, 這個是台灣最重要的首位台灣人長, 將軍死了, 他心中很慶幸, 是嗎? 這位最重要的, 防衛和策劃軍閣的人, 死了之後,台灣你沒有能力了, 是不是? 而不是呢? 我可以答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為什麼我上幾集這麼說呢? 中共武力犯台, 美國一定出手, 護台, 你看到的, 這次, 岑將軍死後, 你看到, 顯露出來, 台灣和美國的深切關係, 尤其在國防防衛裏面, 以及部署, 上一集我去看, 上幾集我去看, 上幾集我去看, 講這個, 馬克亞執部署的, 賭鏈概念, 是一個賭鏈概念, 這個是防衛怎樣? 美國本土的第一線, 所以, 中共武力犯台, 美國一定出兵的, 你看到這次, 美台的關係, 我早就講過這件事, 也是, 美國馬克亞執將軍的, 這個賭鏈, 這個賭鏈是防衛美國的第一線, 不是, 我說過, 不是壓制中共的崛起, 你中共崛起的話, 有黃道, 你就崛起了, 這個意思是, 你重視國際的規則, 有些國際的黃道, 自由民權法治, 重視知識產權, 重視企業家的精神, 重視環保, 美國不是壓制你, 要防衛自己本土第一線, 尤其是, 美國的西岸, 如果不防這個防線, 立刻去怎樣? 華盛頓, Origon 那個地方, California, 美國西岸失手, 因此它前面的防線就是, 台灣的島鏈, 一直下去, 現在去到南太平洋那些小島, 是吧? 這條防線, 一種密的亞瑟港, 部署出來的嘛, 這個島鏈, 是吧? 這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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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國的看, 就是, 和其他專家的看, 這一點呢, 我看法呢, 跟他們看法不同, 他認為呢, 這條防線, 那條珍珠防線, 導演防線, 是壓制中國的錯, 這條防線根本, 是華盛頓一種構思出來的, 是吧? 保護美國的第一防線, 是吧? 這條西太平洋, 是吧? 現在去到南太平洋, 是吧? 是保護美國的第一防線, 其中, 華盛頓是吧? 台灣是北沉的航母, 一定要保護他們, 那麼, 那麼, 台灣裡面, 歷經幾個總統, 有些就是, 稍為疏忽, 是吧? 有些就比較重視, 現在川普就特別重視, 是吧? 是吧? 那接著呢, 我覺得呢, 那些, 什麼中國的大教, 什麼大將, 這些環市, 小心, 在那邊煽風, 點火啊, 哎呀, 習近平很聰明的, 會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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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說了, 找贏的, 美國一定幫忙的, 不要看錯了, 還有你看看, 是不是? 上一陣子, 在四川, 開了什麼? 中共, 韓國, 日本, 的密會啊, 這位, 文在寅, 安培, 在北京, 先見這個, 什麼? 習近平, 然後李克強, 跟他在四川開會, 很多人就忽蝕了這個會, 其實這個會很重要的, 這個會呢, 就是, 說東北亞, 在2020年開始, 和2022年, 東芝奧、冬季奧運會, 這兩個奧運會裡面, 剃造一些和諧的環境出來的, 不會怎麼樣? 不會, 也不希望有人在這裡搗亂, 例如北韓, 北韓現在正在搗亂, 你要辦奧運啊, 要怎麼樣? 是和諧的環境, 今年就是夏之浩, 是和諧的環境, 2021年, 百年建黨, 2020年呢, 今年也是為什麼, 燒除, 貧窮, 小康, 是和諧的環境, 能夠做到嗎? 難一點, 是嗎, 2021年, 百年建黨, 還有, 2022年, 東智隆, 這段日子裡面也很壞,太平盛世 文在寅和安培和李一強在四川開會已經談好了 然後四月可能就是初春的上今年,習近平去日本 習近平不想搞事,又站在通拔 剛才你說某國會策劃,直升機事件 假如真的只是一次警告 警告什麼? 你看美國要看看我的水 所以我也說了 將來要選總統,兩國面試 你去一下中共 也要怎樣?去美國 那你自己怎樣平衡? 所以因此我經常主張 喂! 郭先生 怕得只剩下淺那位郭先生出來 他自己說兩面都可以 又吃到中共的水 又吃到美國的水 將來就是 台灣的總統需要留意的就是要吃兩條水 看你怎樣平衡 高過難做的 那蔡英文大家知道嗎? 到現在大家知道 尤其是岑將軍講完之後 你深入研究一下美台的關係 對我來說是 一點不意外 一點不意外 所以我敢說 中共武力翻台 美國還是出手 我都說了 你不用到軍校 你打開地圖 我都說你收到台灣 中共收到台灣 怎麼樣? 你看看 那一陣子 一陣子怎麼樣? 尚控日本、韓國 那裡直出 嘩! 西太平洋 直去美國本土 南下 一聲去夏威夷 再下訴 鎖住東海 嘩! 去到南海 那麼容易給你呀 日本也不放心 所以中國什麼大教小教 去讀一下 讀一下歷史 尤其是 讀一下美國國歌 那個戰歌 在別國人民下的土地打仗 別國土地打仗 美國打了幾個潮 所以這些 現在就是和平 要共享和平的時代 奧運年來 尤其是兩個奧運 大家不想搞事 各位台灣的朋友 放心 中共不敢動武 他現在最有機會收台 說了 克里米亞模式 在哪裡? 可能在高雄登陸 用民兵 我講了這些 我講了這些 但是我特別講一尋 這樣試試看 在這裏就是台灣的群眾安心 中共會不會利用台灣的危機開戰 我肯定回答你 沒什麼可能 當然政治 沒有扮成一百的 沒有擔保 我覺得九成會 九成會很厲害 尤其是 今年到2022年 各位尤其 要再翻查一下 李克強 最近和安倍和文在寅 四川的密輩 還要看看 初春 習近平去到日本 一定是大家歡喜 各取所需 這些 肥仔金 肥仔金是打手 尤其是中國 中國 中共可喝 他就收聲了 現在美國 川普裏面 現在他可能受到這個 彈劾 但是 Lance Perlos 是聰明的 先住 先住 可能中總統選舉 一看 總統選舉對自己有利的就不要用得那麼盡 沒有利 真是被川普選到 但是國會也是佔多數的民主黨 那時候才談談的可能 Nancy Pelosi 也很聰明 先看看時勢 才會把 impeachment 送到 Senate 送到國會那裏 參與院那裏過 參與院很難過的 由於川普可能有連任的危機 會不會發動轉爭呢 川普大師 川普是冒險大師 夠膽的 哪兩個呢 北韓 伊朗 現在他雖然這樣說 就是用這個突襲伊拉克 把伊朗那位地下魔王做低了 還有伊拉克的民兵領袖 也炸死了在那裏 後來他說過平 我不想打仗氣 想peace 但是有時候 競選的策略 對自己連任不理 競選的策略有時需要用兵 不期 但是機會不大 伊朗你看看 那位教主 這些政教合一的教主 一定會採取報復 因此各位就是 出外旅遊 隔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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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 講話到此為止 希望台灣的 尤其是傳媒的知識界 對這個不好 不要學唐雙龍那些 這些無幸的文人 起碼有些操守 在這裏 台灣人大多數人是為了這些 隔機的國軍和他的家屬 在這裏需要一種安靜和安寧 不是需要的 大家互相摘爛 或者是嘲笑 還有台灣人是安 不應該有台海 尤其是兩岸 中共乘機用兵 看到這次台灣危機 要防看一看 川普先生 川普大使 連任的時期 會不會 take risk take risk 去教訓在伊朗 或者教訓在北韓 有可能 但是機會不大 今天到此為止 各位 有些 假如有些 認識那個 那八位 遇難的將軍的家屬 寫信 給人家 再見 各位保重 給大家看